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了宇宙天道的法则规律 了解知道三界众生的真相 就会心理平衡 凡事想得开 遇到劫难 遇到问题 也就能想出相应的方法去解决 不明白真相 不明白天道 也就不知道自己命运是如何造成的 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不知道自己的来处 与将来的去处 身心健康了 还有人欺负自己 怎么办呢 这就是劫难啊 先看看是为什么 针对性的一一解决 想办法 这就是修行的目的啊 遇到了一个事情 遇到了一个劫难 就想办法解决它 自己没有办法就和别人学习 这样自己就会获得一个智慧 劫难越多 智慧也就越多 等到获得了宇宙大智慧 也就没有劫难了 也就平安幸福快乐了 如果有缘分遇到师父指点道法 单道的修炼 炼出真我 就又能灵魂长生了 三生有幸啊 修行修道不等于宗教信仰 更不是盲目崇拜 宗教信仰是给你一个身心灵的归宿 自己修不修 只有自己的心知道 不是天天挂在嘴上 说给别人听的 修行不是目的 只是方法 身心健康 平安长生 幸福快乐 是人修行修炼的目的 别的东西再多 没有这 行吗 有用吗 知道了目的 再看看自己的语言行为 对自己的修行目的 有什么作用 无用的 有害的 就不说 不做 时刻检查 修正自己的言行 这就叫修行 把自己的心性 修正的与道一样 这就叫修道 把虚空状态中的道气 引入身体 炼精化气 炼音转阳的方法 就是炼功 要平安幸福 就要依靠两个方面 一是不伤害别人 不得罪任何人 不干扰 干涉影响别人 不亏欠任何人的 谦让不争 这是在理上 得上要注意的 就是学会为人处事 不使别人 对自己产生怨气 二是要有功利法力 抵抗邪魔坏蛋的伤害 不伤害别人 不等于别人 就不伤害自己 要有护身的能力 既要有德行 又要有本事护身 这就是性命双修 这样才能够化解 自己与三界众生的恩怨 没有恩怨 才能够平安 看看圣人 教人忍让 谦虚 善行 助人 不争 清心寡欲 不争强好胜 清静 仁义 理智 信 等等 不就是教人如何平安的方法吗 不能平安健康的事情 非要去做 怪谁呢 怪谁谁都不会喜欢 别人是恶魔 别人是跑门左道 与自己何干呢 你修你的 他修他的 谁最终先修成 还不一定呢 又不是别人 怎么知道别人的目的 想法呢 行善 献爱心 奉献 等等方法 是为了与人和谐 和谐的目的是为了平安 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些虚名 去控制奴役别人 为自己服务 甚至用这个虚名 让自己失去生命的 不要吃亏上当 自己与别人之间的个人恩怨 就直接的去找他面对面的和解 这些道理不弄明白 修啊 练啊 有什么用啊 有人享有神通 会法术 认为只要神通法力高 就能改变命运 甚至改变世界 傻得可笑 神话故事看多了 同时也是受一些人的虚夸误导造成的 如果真是如此 可以问问他自己怎么样 他的祖师爷怎么样 教主怎么样 帮主怎么样 是不是比他的教主 帮主 祖师爷还厉害 让他来个现实的 改变一下现在的世界 不用猜 都会找出很多理由 既然神通法术改变不了什么 就不是修行修炼的最终目的 有人又扯了 说神通是虚幻的 走火入魔 甚至有人讲 宗教讲的是哲学 不相信鬼神 那你还讲什么地狱呀 有的人干脆就是玩文字游戏 还死抬杠 争斗 一边讲地狱 一边讲无神论 修炼境界高了 神通法力肯定有 自己修不成 只能说明自己德行不好 不敢承认罢了 但是神通法力不是万能的 不是神话讲得那么神 好多神话不是发生在凡人间 神通治病是先影响灵体 灵体再影响肉体 而人的肉体受自己的思想 欲望 饮食 环境 内外五行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还有人想出阳神 请先考虑好自己的心性如何 阴阳两界能平安吗 不然的话 你修炼出的阳神是给别人修的 养孩子喂狼啊 别指望什么事都依靠别人 神通法术不是目的 身心健康 平安快乐 灵魂长生 所修所炼都是围绕着这 修行 修道 修炼 不是单单的为了下一世 为了死后的事 只是为了虚幻的将来 让人感到虚假 只会让人盲目的崇拜神灵 祈求神灵保佑将来顺利 而在现实中作恶多端 更会让一些邪恶之徒钻了空子 能够解决将来就能够解决现在 现在就是将来的过去 现在作恶多端坑蒙拐骗 与人结怨 就是将来的罪业罪恶 在现实生活中都不能平安健康 只是追求将来有什么用 现在不能够做到健康平安 将来也绝对得不到 道门有句话讲 此身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时度此身 既要修现在也要修来世 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修道的法门 人的灵魂之所以投胎凡间的目的 就是想利用凡间这个环境 利用肉身修炼成真人 再回到本源之地 而后天实神贪恋人间的东西 脱离了本源之本性 就是罪业呀 把阳神真我修炼成功 就是实神的功德 人的功德 而后实神在清静修炼 利用阳神升天 阴阳合一升天 阳神修炼成功后 实神继续修行新性 学会为人处事 不惹事 不得罪人 学会平安处事的智慧 体会大道的本性 达到阴阳二神 心性相同 合一就行了 一是修炼出真我 二是修行新性 学习为人之道 性命双修 不然的话 到人间往来一趟 后悔莫及呀 人的灵魂是有欲望的 是脱离了道之本性的 是无法在宇宙自由行动的 只有心性清静 修成真身 回归本源之道 才是功德 这也是有人的原因 上天造人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要修真的原因 如果不能修成真我 肉身毁坏后阴阳分离 实神与绝魂 只能经过地狱 形成鬼身 最终毁灭 灵魂也要经过火域的煎熬 才能投胎 重生做人 继续想办法修行修炼 直到修成正果 回归到本源之界 修成真我 就有了可以在宇宙中 四处行动的身子 没有身子 如同人被剥皮而暴露 真身就是道身 修行修炼 只能靠自己 凡是自己 对自己 有阻碍影响 修行修炼的行为 思想 意识 都使罪业 业障 修成真人 回归本源之界 才是真正的功德 外来的 有误导 阻碍干扰自己 修行修炼行为的人 都是邪魔 恶魔 修炼之法 早就公开了 几千年前就公开了 真相 也早有人讲出来了 主要是 人的食神 贪恋反间物质 名利 同尘享受 以至于贪婪自私 狂傲无知 反而是 修行之人 互相指责争斗 结果是 保人的人 不敢保了 而被得罪的人 又出来阻拦 致使越来越多的人 无法修成 而地面的阴神 越来越多 更扰乱了 人间秩序 盲目的崇拜 使人更加不明真相 迷茫 找不到方向 人的德行 最主要的 就是要做到 不狂傲 自以为是 不惹事 不得罪人 不让别人 对自己产生怨气 无欲不争 心性清净 做不到这些 就是罪业 业障 修炼时 就有阻碍 就有人阻拦陷害 修正自己的行为心性 使自己的行为心性 回归靠近本源 与本源的特性特征一样 这个本源的名字 就叫道 所以又叫修道 把自己的心性 修正的与道一样 就是与道合一了 也就是回到了 自己的本源之地了 修行就是修正 自己的语言行为 修正自己的行为 干什么呢 修正自己的行为的目的 就是使自己平安顺利 健康没有劫难 使别人不对自己产生怨气 没有仇人 没有敌人 这就是修正自己 语言行为的目的 修正自己的行为 不是为了与别人争斗 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 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干 不要把修行 想得非常高尚的事情 修行不是自己的目标 修行只是一个方法 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平安 幸福顺利 把修行想得非常的高尚 什么都不干 是自私懒惰的行为 只能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怨气 真正的修行之人 真正的为了平安顺利的人 对别人的付出应该更多 贡献也应该更多 劳动也应该更积极 什么都不干 付出什么呢 就付出一张嘴吗 由此还会与别人产生纷争 互相诽谤 贬低攻击 这样做不就产生怨情债主了吗 修道就是把自己的语言行为 心性修正的与大道一样 修真就是修炼出真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你觉得这位高人说的对吗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集再见吧